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握草直播 年金改革 段一康給問嗎 我是今天主持人王熙 關於年金改革的法案事實上在前兩週 就都已經出審通過出尾了 不過其中關於關鍵條文的部分 事實上都還沒有公式 還需要黨團協商 在審查當中 事實上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段一康找尾 那他事實上相信大家對他應該有很多問題想要問 那我們今天就趁立法院 我們現在就在立法院司法委員會的現場 我們今天就想趁現在 他早上會看起來已經差不多快結束了 那我們就趁這個時間去突襲他 那走吧 因為這一個你有剛好在公司的答案 你有剛好在公司的答案嗎 因為你會派查的話 事實上對於現在的交錯 段一康你好 你好我是臥草屯隊 那我是那個王熙 那就是說 關於那個年金改革的時候事實上段一康算是 在審查的時候的一個要腳 那想說今天好像早上是那個會議好像開到一個段落了 那不知道可不可以趁這個中午的空檔 那我們進行呢 網友很多問題想問你可以進行一個給問嗎 喔好那我需要站起來嗎 沒有沒有沒關係可以委員 我們就直接在這裡 你現在還在主席還在 對對對 不好意思打擾你 那我們 捕獲成功 那我們就從現在開始 你有看到這塊板子嗎 這個是我們審查年金的時候的 喔真的嗎 的結果 真的嗎 這個板子是那個時候 開始有一個衝突 被敲破的 被敲破 對 這個 就是本來 本來是這樣一整塊板 對對對 後來那個時候被敲破了 對 之後然後又割了一塊 割了一塊拿來補這樣 對顏色不一樣 那時候我們有看那個鏡頭 看到那個委員 伸手俐落 還可以在衝突的時候 立刻放下眼鏡 然後 然後後來再找眼鏡 也還好 但是我 唯一只有 保護麥克風成功 真的 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說 你怎麼有辦法 還把那個麥克風還握得緊緊的 對 嗯 這是伸手腳勁 還有在前瞻的時候 委員也是又跟 就是 被發生衝突 而且還被垂了好幾下 好 請說 因為年金改革 他事實上在 就是前兩週的時候 就是都已經出 不管公園或是教職員的部分 都出去了 那事實上在這個審查當中 因為委員是招委嘛 所以說事實上這個 應該是有很多 在審查當中的一些正義 是可以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這中間的一些問題 好像是下午還有開會嗎 兩點半 兩點半 還有去開會 所以 這是招委的日常嗎 差不多 嗯 立法院 不好意思 我一邊吃東西 通常是禮拜一 到禮拜五 禮拜二跟禮拜五是開院會 禮拜一禮拜三禮拜四 開委員會 那所以 其實禮拜二跟禮拜五的院會 我們反而比較沒有事 因為大家都在議場 對 表決啊做什麼 那就是開委員會的時候 就 必須要處理 像我們這幾天都在處理法案 沒錯 那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法案又特別多 那各位可能會覺得奇怪說 那立法院其他委員會不在處理法案的時候在做什麼 有可能在考察 有可能專案報告 那有可能 對於這個 部會的業務 提出質詢 對 所以其實 每天都在開會 只是像我們 我們這個委員會 其實特別 會特別多 因為像我們 從禮拜一開 禮拜 像禮拜一開的會之後 禮拜二 禮拜三 昨天就是 上午一次會 下午一次會 今天也是 今天也是上午一次會 下午一次會 所以我們也只能抓這個空檔 來突襲段委員 沒有問題 對對對 那我們先請段委員看一個 就是我們在年輕改革的期間當中 我們都有在 就是外面 因為有很多抗議 我們就有去採訪那些 可能很多是退休軍公教的人員 他們的心聲 那也許看完之後 委員可以有一個回應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看這個影片 英國的案例是 互盤行為 拿退休軍軍互盤的行為 是詐欺行為 政治casal 不要介入 也就是不要互盤 第一個 再來就是說 基金讓他 獨立運作 然後用績效 來鼓勵什麼 操盤者 然後給他獎金 在國外 好幾個國家 都可以做到 7% 10%的那個力 那個 營運績效 不用砍我們 你根本就沒有 把金上報告出來 那你就要做改革 我覺得這事 非常不合理 如果要共體時間 我覺得 從上到下 從總統 從退休的 立委 縣市首長 政務官 到我們 我們 全然可以接受 領的起訴 並不多 你一般都是 六七萬塊 你再 再 減下來三四萬塊 你絕對 沒辦法理由 臺灣肯定還有 術醫院 很有錢 不不應該 消五個錢 如果你要去改革 說你的 退休金已經不夠了 那你應該還是要 信賴保護原則 保護我 當時七月的內容 當中告訴我 我印領多少 那未來 如果你真的要改革 也只能 從立法之後 不做極既往去改革 這樣子我才能夠 被信賴保護原則 所保護到 不歸零 因為 18%是我們薪水的一部分 是退休金公交薪水的一部分 你怎麼給它歸零 歸零就是沒有了 是不是 你憑什麼給它歸零呢 你如果說給它砍一 就是循序漸進砍一半 大家還能夠接受 有一些議題是不透明的 比如說 公教人員的18%等等之類 那其實現在大部分 年輕的公務人員 已經都沒有18%了 所以到底是哪些人 好 好 那大概可以看到 委員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一些想法 那有沒有什麼 回應他們的一些問題 其實我很能夠了解 這些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心情 因為我自己跟我太太 我們都是這個 軍公教家庭 像我的母親是 國小的退休老師 她已經快要80歲了 然後 然後我的 葬人 就是 也是國小的退休老師 然後呢 我 我母親有五個姐妹 我這五個儀葬啊 除了一位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退休的軍公教 然後我 太太 除了我葬人是 羅小老師之外 我太太的這個 這個祖父啊 也是國小的校長 退休 已經過世了 她的這個 有七個兒子 有好幾個都是 都是老師 所以我坦白說 我們在家庭有時候 跟親戚在一起 都有點尷尬 因為這個議題 因為現在剛好在這個時候 大家都會避免去提到這個題目 不過我必須要跟各位說明 這個年金改革 大家都說不得不改 對 這個也不是只有民進黨要改 包括過去的這個馬總統 也推過這個年金改革 只是都沒有成功 那既然這個社會 有相當高的這個共識 要推年金改革 我們就應該要 要去開展一個 我自己的定義是這樣 我們現在這個階段 年金改革大家都知道說 它並不是只有這一次 因為它不可能這一次完了之後 不繼續改革 但是這一次的定義呢 我們把它界定為是 對於過去的不公平的制度 的改革 但是這個不公平的制度 包括18% 包括太高的所得替代率 改變了之後 它就可以永續嗎 還是不行 因為過去的動態大了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制度 把它改掉之後 我們接下來下一波改革 要讓這個制度 能夠永續的這個存續啊 我們未來的這個軍公教人員 然後再加上要跟勞工的退休制度 能夠把它拉 盡量拉齊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必須要啟動下一波的改革 所以大家都會講說 現在有一些反對的人說 你看你現在改革啊 也不過就再把這個破產的時間 再往後拉個十幾年 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你這個不是永續啊 你這個是騙人的 所以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不要改革 既然你沒有辦法永續 就不要改革 那就很簡單 就是以後大家就領不到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界定 定位這一次的改革 我的定位 我的解讀是 它是一個改革過程中的 重要的一個階段 所以它不是一個改革的終點 它不是改革終點 而且我們必須要在這一次結束之後 就很快的就要去啟動 下一次的改革 對 否則的話 各位可以想像啊 任何各位這個 設身處理去想 如果今天你是執政黨 你是這個政府 欸 我今天得罪了好多人 然後搞到這個 外面還有八百壯士 然後還去衝什麼 總統官邸 還去衝機場 搞了半天搞出來 結果 我要馬上再去接著 下一個階段的改革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我要再次跟大家繼續打仗 所以如果今天我如果今天改革 能夠讓我喘一口氣 就是我今天能夠真的三十年之後啊 再破產的話 我很可能我接下來我就不改了 因為那未來可能是以後的總統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對 我們希望在這一波改革之後 透過法律的約束力 能夠讓接下來 就即便這個政府是我的政黨的政府 都要擔起責任 都要馬上來啟動下一波的改革 文文長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那個 在您的草案當中 好像有提到一個 2023年之後 新公務員要有新的退府制度 其實就是剛剛這個精神嗎 對 因為 本來考試院的這個 對公務員的這個版本 他有一個條文 他說 就是說在民國109年的7月1號 新的公務員要新的制度 新的公務員就是那個時候任官的 那你現在的這個 舊的公務員 那你就用舊的制度 但是呢這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呢 我們知道舊的制度不健全 即便改革之後它還是不健全 那 我現在想要有新的制度的原因是因為 舊的制度不健全 我不要用舊的制度去拖累了 新任官的公務員 沒錯 但是呢我們要考慮到 那你對舊的 在這個舊的制度裡面的公務員 它其實也不公平 因為我可能 我也很年輕啊 我可能在當老師 或者當這個公務員 也不過才三五年的時間 結果我就要被這個舊的制度綁住了 我就要去參加這個不健全的舊制度 那你為什麼不讓我去參加這個更有保障 然後更健全的新制度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這個 109年7月1號 各位可以看我們現在是106年 就是2017年 很快就到7月1號了 所以給我們的這個改革時間只有兩年 這兩年要做什麼事情呢 要去設計新的制度 要在廣邀各界來討論一個新的制度 那這個新的制度呢 還要提出法案 就像我們這次去年的這個年金改革的時候 回到行政院 回到考試院去提法案 然後還要經過立法院 這個兩年的時間 我們這次改的其實並不算太多 那兩年需要定一個新的制度 我覺得其實上時間上 現實上的時間是不夠的 第二個重大的問題是 我們算一算時間就知道了 明年有大選 對不對 2018年 所有的地方 包括六都 包括各縣市 從市長一直要選到 鄉鎮市長 村里長都要選 哪一個政黨 會在這個時候 去提出 年金改革的法案 然後呢 2020年 包括總統跟立委的選舉 對 所以這個 在定 2020年的7月1號 要提出個新的制度 我認為其實是沒有誠意 這個時間沒有去 不要說沒有誠意 沒有去考慮到現實的狀況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在 提的版本裡面 會定 在2023年 要設立新制度 讓新的公務員 可以用的 原因 我們這個時間是 去推算過的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 蔡英文總統 他在2020年 他要尋求連任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去回應一個問題 因為大家會問他 好 現在如果 我們假設這個立法有通過之後 人家問說 那你要 你現在這個 新的年金的這個制度 你2020年 要選總統了 那你在2023年 你要 在這之前 你要完成立法 你顯然 要在 送法案到立法院之前 你就要趕快 要把條文提出來 也就是說你連任之後 你就要送出新的制度了 你能不能做得到 這個對每一個要選總統的人 都是考驗 因為他都要被迫承諾 說好 我今天如果當選了 我會在多久以前提出 新的這個年金的制度 他都必須要提出來 所以他就 一方面不需要讓他在現在 違背他的人性 去提出年金改革的 新的制度的法案 但是呢 也會迫使 除了現任總統之外 所有想要選總統的這些政黨 跟這些政黨的領袖 他都必須要在總統大選之前 就做出承諾 他必須要提出新的制度 所以我們會去把這個時間定出來 然後再加上說 我們也告訴現在的軍公教 說你現在在這個舊的制度 我可以 在新的制度成立之後 讓你結清你現在的這個年資 在舊的制度的年資 結清年資之後 你去 這個把結清 扣掉了新的 這個制度 舊的制度的年資之後 你再加入新的制度 那這個就是 跟過去 這個 退府 就制新制的時候 是一樣的一個狀況 不是退府 這個勞退啦 很多人其實都會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信賴保護原則的問題 像特別很多像一些退休軍公教的人都會問到說 那這樣子好像有違背這個信賴保護原則 那我們看之前在審查的時候其實 國民黨立委也蠻多都一直在提這個東西 那 國民黨立委 對這個信賴保護原則是怎麼看的 我們基本上的一個 道理是這樣 就是說 我今天 對每一個人都一樣 我領到的你要把我拿走 我一定都不接受 這個人情之常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我們要問啊 說當初的這個年金改 年金為什麼要被迫要改革 這很簡單嘛 因為你領太多了 領太多是這個制度讓你領太多 這不是你去偷來的 而是這個制度設計的不對 讓你領了那麼多 但是呢 你領了那麼多之後 我們如果不改革的話 這是要其他的人要 包括勞工 包括農民 去繳的稅 要來補 補那個洞 補那個大洞 這個現實上不可能 這個制度當初的設計就不對了 也就是說這個制度去 我們當初去設計的一個制度 這個制度當然也經過立法院啊 當然也立法啦 但是立了這個法 經過立法院去定的 這個退府新制立法的過程裡面 居然可以讓一個 那個時候還沒有退休的公務員 自己去定了這個法律 然後大家去開去各地辦這個說明會 那個時候改革就沒有人抗議了 就很平和耶 沒有人八百壯士出來耶 大家都接受也沒有遊行 為什麼 因為你改完之後增加我的退休收入啊 我的退休之後 那個時候改完之後最高的 這個所得替代率可以高到百分之一百四十 沒錯對 那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就是不公不義的制度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補正這個 要去矯正這個不公不義的制度 那個跟現在保護一點都不相干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如果 反而是我們今天如果不做的話 就是把這個大爛攤子丟給下一代 丟給軍公教之外的其他的納稅人 這個才是不公不義 這個才是對不起其他的國民 對 所以 那在整個審查法案的過程當中 那像看起來像在一個禮拜也是連續三天都是審的 就是一三四都是審的很累這樣子 對 那在審查的時候最主要的爭議是什麼 應該這樣講齁就是說 大概我們從這個審查過程裡面都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包括國民黨的委員 他們當然對於很多的條文 他們會站在照顧退休軍公教的立場 他們會提出很多的修正 之外呢他們會提出像我們剛才講的就是這個 現代保護啊 或者是說 我們看那個影片裡面有很多提到 你怎麼沒有計算報告啊 或者是說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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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拿這個政府的 我們這個退府的基金去互盤啊 甚至有人說這就是我們的薪水 那其實這個過程裡面大家都已經談得很清楚了 對 譬如說對精算做了那麼多次 這個也不是只有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做精算報告 馬英九總統 在當總統就做了三次的精算報告 這個精算報告 每一次的精算報告都告訴我們說 說要破產了要破產了 我給各位看一個表 嗯哼哼哼 嗯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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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是不是這個 是你的那個 講義 對對對 對對對 給我們看一下 好 我給我跟各位說明啊 這個就是 到現在為止啊 每次做的精算報告 沒錯 好 那麼他告訴我是叫做 最是提撥率 公務人員啊 要繳 百分之三十六以上 接近百分之三十七 也就是說 你的這個所得啊 你現在領的這個錢啊 你要提撥百分之 當然不是只有公務人員 就是說他的提撥率就是 包括政府要出百分 這個百分之三十六點九八的百分之六十五 然後公務員要出三十六點九八的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超過公務員的這個薪水的超過十趴 都要繳給這個退付基金 那教育人員更高 然後這個這個軍職人員 這個超過百分之三十八 那現在是多少呢 現在是百分之十二 嗯哼 那百分之十二政府出百分之六十五 他們軍公教自己出百分之三十五 十二裡面得百分之三十五 十二的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呢其實他們出的不到五趴 那我現在要跟你講說 你現在不夠啦 要繳到你現在繳的三倍以上 那這個軍公教絕對不可能接受嘛 那這個變動也太大了 所以呢 這個是每一次的精算報告都告訴我們說 這個動態大了 你不繳這麼多 你沒有辦法讓這個基金可以 運作下去 你可以活下去 好 但是這個精算報告他們就不看了 他們就不看了 這個他們就不看了 他們就說 你的精算報告現在做出來 我不接受 因為你的精算報告呢 做的時間太短 或者是說 你的精算報告怎麼委託 都是委託同一個人 他們就從這個程序上面 細節上面 去找問題挑毛病 但是對於歷次所做的 包括馬總統任內所做的精算報告 他們就故意不看了 所以 大概我們 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感覺 是國民黨的委員 其實並沒有 一部分的國民黨委員 其實並沒有誠意 好好地來談這個問題 精算的精算 只是想要表態給在外面的 立法院外面的軍公教人員看 說 我有盡力在打這個案子 但是因為正當性不足 因為擋這個案子的正當性不足 所以其實審查的時間 禮拜一審到晚上11點多 禮拜三審到晚上11點多 到禮拜四 就比較快了 對 因為 反覆講的也就是那些話 然後那個支撐也不夠 沒有其他的論述 就是 其實就是 坦白講就是理不直氣不撞 所以 所以大概就 比我們預計的要速度快 但是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也不能太樂觀 對於立法院的這個程序 如果了解的話 對 這個只是完成了一個 初審的一個 一個程序 對 它其實要離立法完成 還非常非常的遙遠 所以在 對於公務員 對於教員的這個部分 其實 我覺得大家應該還是要持續關心 這邊可以 讓委員看一下一個東西 是因為 為什麼我們針對這些 就是現在有非常多版本 對 那現在事實上有 就是 至少有考試院提出來的版本 對 然後有民進黨團的版本 那 以及 段委員個人有提一個版本 嗯 然後有親民黨跟時代力量的版本 那這邊也可以讓委員看一下 我們做一個類似像藍能包 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就假定一個是在 這個七職等的 嗯 這個 七職等 年功六的這個 一個公務員 然後我們採取它說 救治行制 因為其實救治行制 它的問題 應該說會最大 嗯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按照這樣的方式去計算之後 看到說 依照這個改革時程 有這樣的一個下降幅度 嗯嗯嗯嗯 對 那我們看這個每一個表上面的比較 那我想那個 在 這個我們直播這邊 現在應該也可以 把那個表交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像這個表當中 可以看到各個 呃 不同的狀況 那我覺得這個表面 最特別的一件事情是 幾乎每個版本都提到用 呃 所得替代率是用 那個分母是用兩倍本縫 嗯嗯 對 那時代力量特別是提一個叫 本縫跟專業假期 那這邊實際上想請 委員 就會回答一下說 這個為什麼是用兩倍本縫 我們一般的理解當中 就是說 呃我退休的時候 像我們一般勞工嘛 我那時候投保了多少 對 那我可能會用所得替代率 因為計算最簡單就是說 我在職的時候領多少 然後我到退休的時候 可以領多少 然後除下去就是那個替代 那為什麼公務員會使用兩倍本縫 一看 當初 應該這樣講 就是當初去設計這個制度 我認為 呃 有它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每一個公務員 他把他的薪資加 月薪加上他的家籍 對 會非常的複雜 嗯 那那個時候呢 不像現在這個 有電腦這麼方便 就算起來很麻煩 那我乾脆就抓一個 叫做你的本縫的兩倍 嗯 那本縫的兩倍呢 跟你的這個實質薪資啊 中間的差距 跟他的這個 比例啊 我們有大概把他做了一個計算 對 本縫的兩倍 的確比他的實質薪資要高 嗯 的確沒有錯 嗯 那唯一有比較低的是 像這個 擔任高階的主管 高官的 對高階的主管 對 他就比較低了 那這是公務員的部分 對 但是比例上面呢 看起來 最低階的 會比較佔便宜啊 對 那高階的 會比較吃虧一點 那如果是教師的話 顯然是對 國中小以上 以下的 就是高中以下的老師 會比較佔便宜 嗯 他計算 本縫兩倍的話 會比他的實質薪資高 嗯 但是對於 助理教授跟教授來說 就不公平 尤其對助理教授 嗯 這個就比他的實質薪資 他的實質薪資 他的實質薪資就是他的 呃 本薪加上 研究家計 研究家計 嗯 就比較 就低了 就低了 這甚至低到這個 七成 不到七成五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問題 不過 因為 現在這個制度 的設計 他在提拨的時候 他是用 本縫兩倍去計算 這個提拨 對 好 那所以呢 對於已經 退休的 或現在已經繳了 這個 這個 一段幾年的這些 呃 退休或者在任的公務員 我們改過之後 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好 你跟我收錢的時候 是照本縫兩倍去算 嗯 你現在要 發錢給我的時候 結果呢 你又有一個新的一個算法 嗯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制度 設計 我們如果把它改掉的話 不是不可以 嗯 但是會面對到技術上的問題 我不曉得這個 能不能克服 譬如說 這個是我們 所有的這個 加級 總共有二十九 嗯 二十九項的加級 對 他非常非常的複雜 就是公務員所 有的加級 那 那如果我們要把這些 在他的這個生涯 整個這個過程裡面的 每一年的這個加級 然後都要做分別的計算的話 也比較複雜 當然 當然不是做不到 嗯 但是他會不會過度複雜 我覺得必須要考慮 嗯 那其實 也實在地上也提出了 其他的計算方式 我覺得也 也可以討論 譬如說 我不是本縫 乘以二 而是本縫乘以1.7 但是 你這種 拉一條線啊 他還是會造成 有的人高 有的人低 那當然 最理想的狀況 的確是要應該回到 他十字領的心思 對 不過我 我自己心裡面 我跟各位說 我的想法 我覺得 在這個階段的處理 我 不願 盡量不要把 他這個變動 變得太大 嗯 我們希望 呃 這個不公平的現象 能夠改革 然後希望能夠把他 呃 讓他消失的速度 越快越好 但是對於 這個 他的這個 退休的 給予的這個 計算的基礎 這個部分 我們沒有去做處理 沒有做改革 那時代力量的版本 跟其他版本 的 整個規模上面 差別比較大 嗯 也就是說 包括考試院 包括行政院 或者是包括 民進黨黨團 包括 我 包括親民黨 等這些 基本上都還是在 年改會的基礎上面 做改變 那時代力量的確 它的改變比較大 那我覺得裡面有一些 其實是應該要支持的 條文 這個我們也會在 接下來在保留項目的時候 會做處理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這個部分的變動 一下子太大 而且範圍太廣 而且也太複雜 那我 希望在新的制度的時候 能夠把真正的薪資 這個部分 能夠還原 嗯 那 所以 但是這個要看 我也跟這個 我也跟黃國昌委員 我也跟他說啊 我也說 那我們來提提看啊 如果本縫乘以二 如果的確是覺得太高的話 那再往下調 可能再往下調 會造成另外一個不公平 就是說你這個部分 再往下調的話 那你其他本來就少了 那怎麼辦呢 這邊其實在 像我們提出這個 懶人報的時候 蠻多民眾都會 來回應這個部分 就是說 因為這顯然就是說 對 因為其實在講年金改革 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般人都會有一個 最簡單的反應就是說 那我跟老公比 那今天大家之所以覺得 年金改革 應該說特別針對 軍公教部分 要修正的部分 也就是因為 過往實在是 跟勞工差太多了 那所以說 這個跟勞工部分 應該是 大家都寄予厚望說 在這一次的改革嗎 也許可以怎麼樣 盡可能拉近 跟勞工之間的差距 不要差那麼多 那因為像勞工的部分 大家覺得 最不能接受的是 比如說一個人退休 因為勞保 他投保是有一個上限 最高就是這個45800 那就算我的實質薪水 也是超過這個45800 我還是只能以45800去計算 那所以這樣子 算下去的時候 當然我的 那個退休的時候 的年金 就會很低嘛 沒錯 那既然那個勞工 都不會有一個 兩倍本縫這樣的東西 那不是用 我載職薪水的兩倍 去做計算 甚至有一個 天花板4580 在那裡 為什麼這個 那個 像 軍公教的部分 卻會有一個 兩倍本縫 那甚至不管是 本縫成1.7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落差 是不是應該 實質上調整應該是 這個興奉制度本身的 這個數字 這個我承認 這個我承認 這個部分 的確是 當然是應該要處理 但是我自己的設計 我沒有把它擺在 這個階段處理 所以我也承認說 我希望在一個 變動相對 比較小的 這樣的一個 改革的一個規模 完成這個階段 然後到馬上開始 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設立一個新制度 的時候來處理 那因為你把 你要設立 未來設立新制度之後 我們就不會再繼續 把錢丟到 舊的這個洞裡面去 所以他就會 他就會 在處理上面就會 我們就 比較沒有負擔 所以這是第一個部分的說明 第二個部分其實 勞工的部分 是一個更複雜的問題 坦白說 任何的一個執政者 面對 勞保那麼大的一個洞 我跟各位講一個數字 各位可以聽聽看 最近立法院在鬧這個 這個前瞻 八年八千八百億 鬧到打架 各位看到這個 噴那個什麼 泡沫水 撒這個太白粉 八年八千八百億 這特別的預算 特別的條例 就一年大概就平均來說 大概一千億嘛 就已經打到這樣 不可開交 各位要知道 我們勞保現在 的這個那個那個大洞 超過九兆 這大洞 那如果政府 現在我們現在 勞保條例的修正 裡面有個條文就規定 行政院每一年要撥補兩百億 到基金裡面 各位知道 如果勞保要活到民國一百五十年 活到民國一百五十年 政府每一年 活到一百五十年 還是破產喔 對 還是破產 一百五十年的時候 就破產 就破產 如果要到那個時候 才破產的話 從現在開始 政府每一年 要補超過三千億 要補超過三千億 那你各位可以想像就是 那就把政府一年 其實大概 將近 一兆九千萬的 對 超過六分之一的錢 要投到這個勞保 他才能活到一百五十年 所以 所以我們今天處理這個軍公教的時候 我們要回頭去看 的確我們必須都要回頭去看勞保 可是 勞保怎麼處理 剛才主持人講的說 大家勞保 我就照這個 薪資去報啊 我們勞保最大的問題 是沒有照薪資報 對 對不對 然後我們勞保 另外一個大問題就是說 到底明明不是勞工 他也投保勞保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不對 你不是受僱者 你為什麼可以保勞保呢 可是偏偏我們被 不是受僱者的 這個具有勞保身份的人 領掉了我們將近一半 的這個給付 對 那這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 勞保有勞保的問題 軍公教有軍公教的問題 今天 當然我也知道說 讓社會覺得不公平 社會都覺得 這個改革希望一步到位 會希望拖 我們也希望急著把這個 改革的速度加快 但是 我看到段偉這邊提的 改革的速度是最快的 是第六年就完成改革 但是 那個只是在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 把一些不公平的東西 改過來而已 你接下來整個新的制度的建立 要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在未來的五年之內 就要完成 那就要花非常大的心力 那如果我們就以這個改革施程來談 因為其實改革施程 看起來各個版本 還是有奇異的 這裡面沒有共識 那如果按照剛剛段偉原講到說 2023年其實現在算起來 現在加六年之後 2023年之後要有新的制度去設計 那就是像剛剛講到的 把舊的部分把它解掉這樣子 那像這樣子如果在協商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明天其實好像就要來 也是段偉來召開這個協商 那在這個協商的時候 在改革時程這個地方 像我們看到民將團的版本本 本身是十六年 就十五年了 到第十六年才完成 那這個時間這個部分 會有什麼樣的 段偉會有什麼樣的堅持嗎 我們還是會堅持 速度要快 因為這個是整個社會最期待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如果在民進黨佔多數的立法院 沒有辦法在這個部分 回應社會的期待的話 那這個年金改革等於是 連最基本的 把過去的不公平改正這一點 最基本的功能都沒有 那這個年金改革 其實這樣就不用再推了 那為什麼我們會推出 跟年改會的版本 不一樣的這個條文呢 因為年改會它本來 就是一個大家妥協出來的結果 那如果這個大家妥協出來的結果 假設軍公教團體都接受了 那立法院各政黨都接受 我們就不會去提另外的版本 但是正因為大家不接受 所以我們就回到我們民進黨的主張 我們就去提了 一個符合民進黨的長期的主張的版本 那各位可能會問 那民進黨為什麼提一個 對啊為什麼提一個15年這樣的 對如果考試院今天提出來的版本 是年改會的版本的話 對 像行政院提出來的 就教師的那個部分提出來是年改會的版本 民進黨黨就不用再去提一個民進黨團的版本 對 但是呢在考試院去提了一個跟年改會的版本不一樣 所以民進黨黨團就只好去替年改會去提年改會的版本 這樣講起來其實有點無奈 那所以民進黨團真正的精神 或者長期的主張 其實是反映在我這個版本上面 所以說 那如果這樣講起來的話就是說 因為外界大家一般在看來會覺得說 民進黨團版本可能代表是黨大部分的意見吧 或是大部分討論過的一個想法 那如果照剛剛斷委員這樣的想法 反而是說民進黨大部分委員的意見 應該是在斷委員的這個版本嗎 至少本來我這個版本本來在設定中 是本來應該是民進黨黨團的版本 但是呢因為很尷尬 就是變成民進黨黨團 如果提了自己的版本之後 年改會的版本就不見了 就公務員的部分 那就變成年改會就沒有版本 但是又沒有其他的人可以替 年改會來提這個版本 所以就是民進黨黨團來提 所以等於是民進黨黨團 就這個部分做了很大的犧牲 就是說犧牲了自己本來的主張 然後去提了這個版本 那段一康 我們跟其他的委員所提的這個版本 變成委員個人的提案 這個其實在設定中 本來是民進黨黨團的版本 那如果照這樣子講的話 那所以段委員的版本 我們可以這樣子講 就是說是段委員的版本 才是真民進黨團版本 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大家說明 因為本來就民進黨黨團 要有一個自己的版本 是要經過民進黨黨團的 黨的決議嘛 民進黨團的決議 但是這個版本並沒有經過民進黨黨團的決議 這個版本本本來經由黨團幹部討論 出來說 好我們明天把這個版本送給黨團 請黨團同意說這個是我們的版本 但是突然發現說 那這樣如果就沒有年改會的版本 所以還是要 所以這個版本呢就交給我 然後我來提 就變成委員個人的版本 那就不用經過黨團 好 那所以 我絕對不敢說 說民進黨黨團的版本 原來 會是我的版本 因為 它 現實上沒有發生 所以 沒有經過這個決議的這個程序 沒有錯 那我可以這樣子問說 在協商的時候 呃 呃 委員自己判斷說 像 比如說現在您的 這個版本的內容當中 會有多少是堅持下去 就是在協商當中 最後會 會成為協商 通過的版本 我每一個條文都會堅持 但是 會不會變成最後通過的版本 我不知道 因為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在立法院的這個 這個這個程序 對 我們委員會完成初審之後 對 因為開始要一個月的協商期 那協商期完成的時候 各位可能 有會想像就是說 啊我們 協商如果成的話 就是 就是通過協商 哦 那什麼叫協商完成呢 就是 每一個 政黨 都要簽字 承認這個協商的結果 只要有一個政黨 不簽字 這個協商就不成 對 然後就回到院會 那回到院會 這個 有一個公務人員的 退府法 有一個 公立學校教職員的 退府條例 這兩部法律要處理 嗯 那這兩部法律的處理 不可能 各表決一次就完成 這兩部法律各有九十幾個條文 如果 國民黨真的要杯葛的話 他從名稱開始 就開始提修正動議 國民黨有三十幾個委員 他們每一個委員 都可以提修正動議 他們只要連署到足夠的人數 那個對他們來說沒有問題 每一個人都可以提一個修正動議 對 所以從 名稱開始就可以有修正動議 每一個法律都有九十幾個條文 然後這每一個修正動議都還要發言說明 然後還要討論 還要這個表決 所以如果這樣子搞下來的話 如果真的這個程序都要完成都要走完的話 它要好幾個月的時間 對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這次的會期 每一年的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會期都到五月三十一號就結束了 接下來開臨時會 那臨時會即便開三個月 如果這個抗爭繼續 如果國民黨杯葛繼續三個月 即便這 你開兩三個月的時間 也不一定能夠完成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有一個決心 就是要用我們的 這個意志跟生命 呵呵 生命 是啊 就是 就拼了看誰先倒下去 就開會就開會 就只好開會 從早上開到晚上 大家發言 大家來表決 對這個過程 協商其實 不會花很長的時間 對 但是真正的花時間 是在院會的表決 院會的時候協商 我們在委員會的有爭議的 這個條文還可以保留到院會 你到了院會你不能再保留 一定要 你就要處理 如果協商沒有辦法達成結論的話 那協商怎麼達成結論呢 誰也不可能讓步 我們可以讓步的 不可能嗎 所以委員判斷說 這一次的這個年改的法案 在協商中達成一致性的結論 應該是可能機率是偏低的 機率是零 零 所以基本上應該就是一個月 那協商期過之後 我們還是會認真的去協調 因為有一些條文 其實它的敏感性沒有那麼高 那只是這個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文字沒有辦法處理到精確 大家都接受 那那個部分我們會盡量處理 那就留下比較關鍵的條文 繼續協商 但協商要談成的可能性很低 那如果談不成的話會兩種結果 一種就是如果國民黨用焦土 那我們就只好跟他玩這個遊戲 就是在冤會的時候 然後就反覆表決 那如果大家可以比較講道理 就是沒有爭議的條文 就不要再反覆討論 就讓他通過 那我們再集中在 大家有不同意見的條文 花時間去討論甚至表決 那這就是會有兩種不同的處理的方向 那在 那就委員自己的判斷 像因為剛剛提到說 其實民主黨團蠻多人應該是 比較傾向 雖然沒有經過 雖然不能說是 這是我的猜測 團版本 但是 如果說在那個 真的如果進入院會表決的時候 你覺得多少 就是說 會是比較多人來支持您的版本嗎 你覺得 對於這些關鍵條文 最後民進黨還是會做一個決定 OK 他不會讓大家自由去投票 OK 那個時候就要針對 這個民進黨本來黨團的版本 或者有其他修正的版本 或者是我的版本中間去做 這些關鍵條文要做選擇 所以最後還是會有民進黨委員 還是會有一致的 不會說自由的投票 不會 不會 所以 現在幾個爭執的部分 主要還是在說 比如說像 18% 18%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像改革時程的問題 對還有所得替代率 所得替代率的條件 上限的下修的部分 對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國民黨一定會提出來 雖然說在委員會已經通過了 一定會提出來那個15年 就是退休的這個 退休計算的這個年資 變成15年的那個部分 我們今天因為也是在直播當中 事實上我們有非常多頻道在直播 在沃草的FB上面 還有像我們這次有跟金周刊來合作 所以在金周刊的粉絲團上也有在直播 然後在沃草的諸多頻道上面都有在直播 那現在其實上面也蠻多網友在提問 那我們是不是就請我們現場的小編 來幫忙提問 那個萌萌可以幫忙提問 好 我是一個一個回答嗎 對一個一個回答 民黨其實討論年金討論了很久 就是在民黨還沒有執政的時候 本來在 在民黨還沒有執政的時候 本來在這個民黨的智庫 都有找學者反覆在討論 那當然最理想的狀況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建立這個三層年金 這個其實大家都好像念經一樣 包括國民黨政府 包括民進黨政府 包括各個政黨 包括各個政黨的智庫 或者包括這個NGO 大家或者各個學者大家都這樣提 但是因為台灣的年金制度太複雜了 退休這個制度太複雜了 所以要把它整合起來 它必然是要花時間 所以我所說的新制度 就是往整個完整的年金制度 去邁向完整的年金制度的一個過程 就是比今天這一個過程 如果這次修法完成之後 進入下一個建立軍公教的新的制度 然後再往下再去建立一個完整的年金制度 這本來就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 我們當然很希望一次就能夠達到目的 但是無奈做不到 我們只能這樣子循序漸進 有沒有做過討論 其實當然有做過討論 如果沒有做過討論 我們也不敢跟大家說 我們希望在這個2023年建立新的制度 那這個建立新的制度 是邁向未來的一個新制度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問題 那個網友有提問 有一個這個靠北教師年金 這個粉絲團有來留言提問 還有提到就是 鄧有緣的版本其實有提到另立基金的部分 但他認為就是說 應該要把原基金封存 然後這樣才是真改革 因為如果他認為說 如果把這個原基金的年資轉進到新基金的話 會造成這個原基金馬上就破產 這樣大量的資金缺口 其實最後也是讓整個年金制度也是會崩解 這樣 不知道就是段委員對這樣的想法 有什麼樣的意見 封存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就我這個新的基金 原來這個基金 他就沒有再任何的錢進去了 就大家去算 我這個基金譬如說 剩下多少錢 你現在在這個基金裡面去算 就大家來分 大家來分這個 舊的這個 舊的這個被封存的基金裡面的錢 那其實這個會造成 現在已經在 包括在領退休金的人 或者他大部分的年資在舊的 原來這個被封存基金裡面的這些 即將退休的公務員 他們想要面對很大的困難 也就是說 他其實這樣可以分的 這一池水會非常的小 那這樣對他們來說 其實也不公平 因為他們從 退伏金字實施之後 到現在 也有二十幾年 他有可能繳了二十幾年的錢 他只是被他前面的人給拖累了 他被他前面的人給拖累了 那你叫他說 你把你大部分年資 都就留在這個地方 去領這個一池水的話 那這樣是公平的嗎 所以這個部分 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 必須要去斟酌的部分 這個當然是一刀切 是最乾淨最簡單的方法 但是無奈 如果這樣子去處理的話 會 我自己認為會造成另外一個 更大的問題出來 好 那我們 小邊還有下一個問題嗎 小邊 沒有 那這邊 其實我們還是回到 就是 剛剛其實有幾個 我們可以談得更清楚的一個 是說像在 所得替代率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這邊有做一個紀錄 就是說做一個換算 其實 真正到 改革時程 因為他都是漸進式的 對 那事實上像考試院版本 他是從 75%漸進到65%這樣子吧 然後 以他現在的這個 十年 分母來去計算的話 那 民進黨團版本 是67.5%降到52.5%這樣子 對 然後 斷爾維的版本也是 然後 親民黨團本本身也是 但其實如果說 以實質所得的替代率 這邊我們當然還是用我們剛剛講的前提的話 就是他 以他深圳實質所得去做計算 其實 都還是 所得替代率都還是高於60%以上 對 都還是高於60%以上 當然 就是因為兩輩 我們剛剛講過兩輩 本鳳的分母的問題 那 如果我們以勞工的角度來看 因為像勞工的話 最高最高 因為他就是一個1.55去乘年值嘛 勞工的部分 那就算40年 工作40年也才只有62% 所以如果以所得替代率來看的話 似乎公務員的部分 現在的版本 都還是比勞工的 就是真正去算他市值的部分 都還是比較高 當然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我也覺得 就對一般民眾的觀感 可能會覺得說 那這個改革是真的嗎 那為什麼改了之後 還是比勞工來的高 它是一個逐步拉齊的一個過程 對 那非常無奈的就是對於 勞工的部分 如果說我們現在 勞工的這個提波 要再往上調 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 他的給付 相對沒有增加的狀況之下 那你怎麼樣去補 那個潛藏負債 那個即將破產的事實 就是剛剛講的每年三千億 沒有錯 你怎麼去處理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要去背負過去 所背負的 所造成的那個大洞 年金感本身就是一個這個問題 就是他就是要回去處理 這個不光是 大家面對一個不公平的一個現象 就是現在的政府也要去面對 怎麼去處理這個不公平 我在處理這個不公平的過程裡 我會造成另外一個不公平 就是我把所有的資源 去補過去的洞 對 那我對 其他的人怎麼辦 我把所有的資源 好我們就算 這個勞保有九百多萬人 在台灣扣掉 勞保扣掉這個軍公教之外 他還有其他的人 的時候我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我把所有的資源都放進去 我怎麼去處理我在其他在教育方面等等 要處理的這個支出 所以 當 我今天如果今天是 我假設我今天如果是總統的話 我只能跟大家道歉 說 容許我能夠慢慢一步一步來做 我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我沒有辦法一次解決 我這一次 我如果要一次解決 這個社會不一定有辦法 支撐 所以在這個階段的 委員的判斷就是說 在這個階段 如果可以解決到這個部分 那還要再提出下一個 新制的部分 就是剛剛講到2023年之後 要再提出 其實你看嘛 我舉個例子嘛 你看勞保這次的這個勞保條例 提的是什麼 其實很少啊 對不對 那我們都知道 勞保必須要大幅的去做改革 嗯 比如說你想要面對 包括職業工會的問題 對 對不對 包括不是勞工來領勞保的問題 對 你這個 這個你躲不掉嘛 你總是要面對 總是要處理嘛 那行政院這次為什麼只提了 這個 當然大家會把 焦點放在那個 兩三個條文上面 但是問題是 你看這個對勞保 算 其實並不算是 重大的變革 即便是把五年拉長變十五年 都不算是重大的變革 我們也都知道說 即便是這樣 那個勞保再多撐也多撐不了多久 對 那我們是要放手讓他倒嗎 或者我們要怎麼樣去提出一個改革的一個 誰敢提出來 說我今天要把它提播 叫這個提播 要提播到百分之二十 我們有沒有那個勇氣 或者有沒有那個計畫 要去做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我們通通都要面對的 所以我們今天把 軍公教處理到一個階段之後 大家才有辦法 更客觀的來看 勞保面對的問題 同時也有 那個 之前在討論這個分母的部分 就是還是這個所能替代於分母 這兩倍本分的問題 其實還是有說 對 在這個 這個其實這個方案就是 在阿扁在二零零五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提出這樣子的東西 那事實上在馬英九在二零一年的時候 本來就是要改用兩倍本分 後來當時就是被罵翻 那 所以其實 也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 現在用兩倍本鳳當分母這件事情 好像比馬英九還要不如 會不會有這樣子 那個時候 關中的版本 不是用兩倍本鳳 對 也就是說兩倍本鳳 不是現在提出來 是現在的制度 是現行的制度 那後來2014年 那個時候 關中的版本 那時候就是考試院的那個 後來修法沒有完成的那個版本 他反而不是用兩倍本鳳 那所以呢 我承認阿 這個是跟現實妥協阿 所以兩倍本鳳是一個跟現實妥協阿 跟現實妥協阿 這個我承認阿 那會在民進黨內的 我們如果就民進黨內好了 會去說服大家 或是會去跟大家說 可以不要用兩倍本鳳嗎 還是說在民進黨的最後決議 看起來是偏向兩倍本鳳 現在目前的版本 大部分都是兩倍本鳳 對 那所以對我來說 我自己的這個對自己的交代 就是這個要放在下一個階段處理 OK 也就是說在五年之內 必須要去處理的這個部分 所以在這個階段會沿用兩倍本鳳 目前是這樣 OK 然後那改革時程的部分的期待 大概就是在五年內完成 五年內 五年內 五年內完成 就是包括所得替代率的這個 這個下坡 在五年之內 然後18%在兩年之內 然後新的制度的建立 大概就是五年的時間 那如果這個在民進黨團的決議 最後在假設要在院會表決的時候 但結果民進黨團的決議 竟然是 就是在最後竟然不是五年內的改革 可是像一... 不可能 不可能 這我有信心 OK 所以這件事情有信心 就是說五年內這件事情 應該會是民進黨的共識 OK 所以這樣子 因為其實在網路上面 大家在看年輕改革 看到最後是 像是 MUSASA 甚至是看不懂說真的在講什麼 還有哪些東西最在意的 那我想大家其實最在意就是 時程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 實質替代率到底是多少的問題 對 那這些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 明天開始是協商嘛 然後 接下來就是一個月的協商期嘛 對 然後協商期完之後 應該接下來 戰場就是在院會 一個月的協商期 結束之後 就可以表決 對 那我的判斷大概 國民黨大概會用 用盡各種手段 會杯葛 然後會拖 所以要看 這個議事到時候的議事攻防 確實的狀況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夠繼續來關心這個題目 我們一定是非常關心 我們還有 把握時間還有一題是網路的提問 是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兔子網友 對 他是說 有可能將年金給付的部分 改採消費券指定消費嗎 例如長照消費這樣子 就是扶植國內產業跟國民旅遊卡一樣 那這要看領錢的人願不願意啊 也就是我今天如果領退休金 那你發給我的錢 是要指定我去特定消費的項目 這個當然也可以考慮 但是那個可能只是發給他的退休金的一部分吧 因為可能我領個三四萬塊 然後你還要給我去指定消費 我可能這個領的錢可能要付房租要做什麼 是我不能拿消費券來付房租啊 我不能拿消費券來交保險啊 所以這是一個可以討論 這可以討論啊 但是可能就是細節上面怎麼樣做 或是比例多少 可能可以討論 但是他是一個方向 是 OK 那我們剛剛其實提到說 可能 還有一題是不是 我們還有一題 那我們再請網友再提問一題 好 那這邊一個曾偉榮網友他說 如果像現實妥協堅持用兩倍本縫的話 那所得替代率可以再拉低以符合實際的在職的薪水差距嗎 這個要看大家討論的過程 但是未來的所得替代率一定會再往下拉 我說的未來就是這波改革完之後下一波一定必然要往下拉 因為你不往下拉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我們現在的這個提播不夠 然後這個給付太多的問題 所以未來的所得替代率也不可能是現在大家所看到的這樣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而且我剛剛也收到我們的萬安演習對不對 對 那我們時間的關係 所以萬安演習你們會被迫留在這邊 對 我們就一起繼續開會 哈哈哈哈 還是我們繼續吃飯 對 不好意思 打到委員時間 沒問題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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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辦法好好吃飯 那也感謝今天中午就是這個突襲 我們算是突襲段委員 對 突襲段委員 你們挑的時間很好挑到萬安演習 哈哈哈哈 突襲這個段尹康委員年金改革給問嗎 那也感謝委員的回答 謝謝 那還有就是感謝今天線上網友收看 那也感謝就是金周刊 跟我們一起來做這樣的直播 那也希望就是說 所有的網友如果說 願意支持我們這樣的給問計畫 其實我們給問計畫已經 今年我們已經進行了好幾場 我們有進行了私改的部分 有進行了體育改革 那個時候也是在立法院內來進行 那如果說大家網友就是說 支持臥槽這樣子的一個給問的計畫的話 就可以到我們的給問網站上面 是給問擂台的網站 那可以到上面來 看看過去的紀錄也可以在上面支持我們 那今天的給問的活動 就到此到一個段落 現在大家可能可以聽到一個警笛 鳴笛的聲音 就是正在萬安演習了 那我們就再次謝謝段委員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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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持續保持在年金改革上的關注 那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謝謝 謝謝 OK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王瑜謝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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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怎麼沒有吃東西 我看他都沒有吃我都來不及 我都不好意思都吃的來不及 你都可以吃幾口啊 對不起 你都沒有吃 你都沒有吃不及 你都沒有吃 你都沒有吃 對啊怎麼發生什麼事 對啊怎麼發生什麼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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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麼吃醬我原來吃很尷尬喔 我好尷尬也想吃那種沒有空感